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在球场上防助巅峰奥尼尔 即便是大卫斯特恩亲自为他量身制定的三想规则 但还是没能限制住这个篮下举手 作为有乔选乔 无乔选杀当中的杀 奥尼尔有着2米16的身高和将近400斤的体重 手臂比女生的腰还要粗 抱着一个200斤的胖子就像是在抱小孩 举起一个成年人更是小菜一碟 别看奥尼尔又高又胖 但他又快又灵活 奥尼尔百米冲刺10秒96 原地摸高3米60 这恐怖的身体素质令我实在想不到 有哪位球员可以限制住这个庞然大物 由于巅峰时期的奥尼尔统治力实在太过强大 而联盟为了比赛能有更好的平衡性 不得不连夜修改三条规则来限制奥化 首先就是区域联防 在NBA建立初期 联盟为了增加比赛的观赏性 是不允许使用区域联防的 不过奥尼尔的无解拦下能力 让废除已久的联防策略重现江湖 其次就是三秒为例 由于巅峰奥尼尔长时间待在内线 就是其他球员的得分噩梦 所以联盟为了不让奥胖住在禁区 特意增加了防守三秒为例 但即便这样 各支球队依然还是无法限制住这个篮下去手 虽然奥尼尔拥有恐怖的统治力 但投射能力也是他最大的缺点 所以许多球队为了限制大鲨鱼的发挥 特地记住了著名的砍杀战术 也就是通过故意犯规来送奥尼尔上罚球线 来换取下个回合的进攻球权 不过这个战术严重影响了比赛的连续性 所以联盟再次重新修改规则 在比赛最后两分钟 如果对无球选手故意犯规 那么攻防球员将获得一发一致的机会 最后各位认为 如果没有出现这些规则 奥尼尔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